这都快把墙给撞烂了 你跟我说没看到 散热气的温度 肯定是散热后的温度 你不是 等会你们没过来 然后就给我随便改到了8月3号是吧 我有一个朋友 叫小明 小明花了38998块9毛9元 买到了一台 Alienware的M18 i9 13900HX RTX4080 上流配置 但最近他打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卡顿 于是找我帮忙 我看了一下 发现机器确实有些小问题 不过小明没有太在意 毕竟戴尔的售后好 他是有所耳闻的 何况他买的可是国行 同配置下全世界最贵 还捆绑了两年戴尔最高级的先制服务 出点小问题还不是分分钟就能解决了吗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次售后竟然这么曲折 漫长又糟糕的体验让他数次心态爆炸 极度想骂街 那小明究竟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售后呢 不懂电脑的他能通过售后把问题解决吗 故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喂你好大传球支持我谁进去我什么可以帮到灵灯 喂你好我这边买了一台外星人的M18 然后呢现在他在我玩赛博恒2077这款单机游戏的时候 他的CPU温度有点太高了会达到100度 你了解我这边先跟你合同一下机快速服务代码是15 是他M18R1的外星笔记本是吗 对的对的 好的丁先生 那目前的话您是说感觉温度高高的时候 比如说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出现卡顿掉症情况吗 嗯感觉是稍微有一点卡 但是我用软件看的时候他的温度有点过高了 他会一直抵在100度 嗯先了解 然后您是用什么软件看的呢 就用的微星的Afterburner 嗯先了解 那您玩其他的游戏的时候是正常的吗 还是只有玩这个 玩霍恒2077的时候温度也非常高 也能达到100度 而且是一下就上去了 请了解 只是温度高 但是并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明显的卡顿掉症的情况是吗 是稍微有一点卡 但是他这个温度有点高的离谱 打个赛博朋克或者霍格沃茨 CPU瞬间飙升到了100摄氏度 并且游戏过程也会伴随着卡顿 聪明的观众可能也会猜测 小明这台M18 大概是CPU的散热有问题 那我只能说太年轻了啊 让我们来听听戴尔工程师怎么说 呃本身行 那我这边的话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如果是确认 因为他测的那个100度的话 是散热前的温度嘛 肯定不是散热后的温度 刚才说他的核心温度是那样子的 呃本身的话 外星人他功率比较高 就是笔记本做的比较薄嘛 他散热肯定是会稍微 条件没那么好一点 所以说如果只是单纯的温度高的话 可以更新一下驱动 然后把那个AWCC调成 风扇调成全速 然后您观察一下看 是否还是我出现这种 很严重温度很高的情况 那如果是说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温度高 然后他的CPU跟GPU的频率 是正常的话 其实我们会认为是在 就是正常范围内 就机器没有因为高温 引起的降频 掉频啊之类的 那如果您是说有温度高 引起的这种频率下降 就比较明显会表现为 游戏过程中卡顿掉针 那这种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是有硬件故障 功耗高温度就高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解释虽然听起来有点怪 但至少是能听懂的 可散热前的温度 和散热后的温度 这就让我搞不懂啊 我CPU100度都稳成一条直线了 游戏也开始卡顿了 风扇也已经起飞了 合着你的散热还没有开始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小明提出 他这台M18的双烤 达不到宣传的250W GPU还会过热 并且打游戏的时候 CPU有两个核温度异常 工程师要小明 把双烤的截图和数据表格 以及游戏时的数据表格 用邮箱发给他 然后 抛开百度百科不谈啊 除了京东和车 然后 然后 目前我先跟你说一下 就是说您有反馈是说 CPU加GPU的功耗 只无法到达240还是250 对的 250 250 然后首先 就关网上公司好像是没有写过这个 但是我可能会说百度百科 或者说上面是 有人测评过 有关于这个问题 抛开百度百科不谈啊 除了京东和淘宝的自营店 你自家公众号宣传也是250W啊 然后 那个双烤的 就是第二次我发给您的双烤的那个图 它右下角 那里 我朋友说有一个温度过热提醒 就是说 它CPU和显卡都撞强了 然后 具体 具体我 这边是不太清楚啊 但是是他说的 这是小明发给对方的双烤图 可以看到 在粉色的时间段 GPU都在过热 这都快把墙给撞烂了 你跟我说没看到 是这样子 然后您又反馈说 您朋友跟你说过 有一两个核什么数据 对的 不太正常对吧 对的 然后但是您这个CPU 20 再说游戏数据 让我们用条件格式 选定大于98度 标红 可以发现 CPU两颗核的温度 是明显不正常的 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很遗憾 由于小明在地铁上 信号不好 通话突然断掉了 没能听完 小明以为过一会儿 对方还会再打来电话 可没想到 这一等就是五天 电话九等不来 问题悬而未决 小明决定用它无敌的先制服务 想想办法 他通过戴尔官网提供的途径 联系到了公众号 戴尔技术支持 公众号要先排除软件方面的原因 通过远程指导小明 查看了系统和BIOS版本 更新了主板芯片组驱动 做了硬件检测 但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于是小明再次发送了双烤和打游戏的数据 公众号明显比上次打电话发邮件靠谱很多 在三个小时以后给出答复 高级工程师分析数据是高温降频导致的 然后小明又在公众号的远程指导下 更新了Windows系统版本 修复了系统 系统修复失败之后 用还原点修复 最后甚至恢复了系统 在远程指导下折腾了一整天 甚至恢复系统之后 小明的这台M18在打游戏时 还是会过热降频卡顿 终于公众号判定应该是硬件问题 发来了信息表 让小明填写信息 工程师最快第二天就能上门 并且给到了一个可以查询进度的网址 然而小明在第二天等来的 并不是工程师 而是一条悲伤的消息 缺键请多等几天 虽然无奈 但好不如进展到现在这步 就再等几天吧 等了几天之后 当小明登上查询进度的网址 却发现 爆货时间直接推到了7月29号 也就是说小明要再等足足一个月 这就太离谱了吧 公众号给到的解释是 要配件全准备好才能上门 让我们捋一下 M18是Alienware今年新出的产品 小明是二月买到的 算是第一批用户 合着你们戴尔就是这么对待支持新品的客户的吗 硬件有问题要等一个月 这还没算之前打电话发邮件远程制造的操作时间呢 非常非常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小明的耐心越来越少 怒气越来越足 终于 我这边是戴尔维修站的 之前不是报修了台戴尔电脑 跟你说是缺件吗 今天到电了 下周一安排 您这边有空吗 下周一是吗 对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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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周一会有工程师打电话给您预约上门时间的 再见 好的谢谢 拜拜 嗯 在等了25天之后 小明接到了戴尔工程师预约上门的电话 但他并没有松一口气 因为和戴尔这一系列的交道打下来 他逐渐明白 事情肯定不会这么顺利 诶 你好 所以你有报修台外星人是吧 对的对的 你那个地址是 对的对的 那是公司是吧 这个地址 对的对的 你下午是周一安公司吗 对的对的 我今天我五点半 五点半啊 嗯 虽然我不确定能不能还选 因为这边我还在去市里这边通议区的 这边还没有玩 哦哦 这个应该是你员的集成 可能今天来不及 哦哦 那那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就 就明天 明天 对吧 明天我们再联谊一下吧 哎 好 果然妖蛾子又来了 戴尔的工程师说 太忙了 就这样 一天一个电话 周一推周二 周二推周三 小明都快被气笑了 心想我看你能拖到什么时候 不过戴尔毕竟是戴尔啊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有新花样 并且是这次售后 最让小明火大的花样 周三没有电话再打来了 而且工程师也没有上门 但是戴尔悄悄把上门时间调整成了8月3号 这是什么离谱的操作呢 带着疑问和怒火 小明再次拨通了戴尔客服的电话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是这个戴尔的售后吗 对 就是您昨天跟我约了一下 说今天上午要过来帮我修一台外星人M18 你还记得吗 哎 今天没人去吗 今天不但没有人来 而且没有人联系我 啊 确定 我已经等了一两天了 哎 那我怎么怎么刚刚看到是有人把你约到8月3号 8月3号 对 有人把你约到8月3号 不是不是 但稍等一下 你有谁帮我约了8月3号 就是那个就是今天就是就是本来是安排不是今天把你安排过去的吗 对对 那今天今天帮今天今天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过去帮你安排了8月3号的吗 哎 你不是等会你们没过来 然后也没有人联系我 然后就给我随便改到了8月3号是吗 也没有人约是吧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没有人联系我 然后也没有人过来 然后直接就给我改到了下周四是吧 真的真的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真的 因为我以为是因为我以为是他们是他跟你过程的时候改的 嗯 行我来问一把你问一下 好拿了 等会我再等会我再和他点电话啊 好可以 拜拜 拜拜 喂喂 喂那电视 电视那个我这边核实了一下 刚刚那个跟我们那边 昨天昨天跟他说的时候是说的那个 今天本来今天过去的 然后他好像他刚刚他就是他告诉我意思是他听错了 然后把你听错了 然后可能应该就是他这边的问题嘛 是我就是现在现在这肯定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嘛 然后这边呢最快也只能最快也只能把你明天安排上午第一家去吧 应该怎么样 明天上午是吗 对对对明天上午第一家去吧 是他们这边是我们这边的问题 是他们听错了 明天上午第一家吧 到时候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可以吧 嗯 嗯 再等一下吧啊 明天上午到时候让他让我让我让我明天过去同事同事跟他跟他说一下 到时候到了公司之后联系你 然后跟你去啊 去啊时间上午第一家过去 嗯 好吧 嗯行好不好意思啊 好 嗯 拜拜 好 没事没事 好 拜拜 嗯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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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